2012年3月 南非开普敦反偷猎愤怒南非人的组织成员 在开普敦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反对偷猎犀牛 他们持告示向路人大声宣告 更有两名成员脸图灰色身着灰衣 扮演犀牛倒在路边 此举象征着犀牛与人一样皆有灵性 要是看到人类被枪杀横死街头 想必也会觉得害怕与难过 而猎捕犀牛也是一样的 透过实际行动 甚至在手上板上的标语 显示出他们希望让犀牛远离杀害的迫切 以及平等看待生命的同理心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窍和平新世界 绝照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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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没有空性 自愿者 以后 台灣人 自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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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场 自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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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见闻者 悉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我们集合大家的力量 念几遍观世音菩萨 回向给所有人 消灾严寿事业顺利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你也看到爸爸妈妈家庭都很快乐 来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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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 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 各位韩国哪里有发生过自杀 死亡车祸 水灾火灾 昏幕区 都像我们爸爸妈妈 也看到我们爸爸妈妈 往生着 祖父祖母往生着 都坐在莲花 得到超度 韩国人 华人 北朝鲜人 动物 都坐在莲花 他们只要坐在莲花 外表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发光 讲念阿弥陀佛 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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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法门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跟发愿 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极乐世界 有发愿将来一定会往生 哪怕灵命中一个念头 所以各位人在往生的你帮他助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他极乐 他只要相信其中一个念头他就往生了 所以信愿有相信有愿力 我们也有在念佛平常做善事 往生是必然的 所以也希望父母祖先六道轮回有情 同生净土跟我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世智菩萨 南无大远地藏王菩萨 好 法会圆满 感谢我们这次度元机师姐 还有几位菩萨出钱出力 然后也承办这位法会的菩萨 那希望大家一元成熟都修学佛法 弘扬佛法 阿弥陀佛 还有等一下要走拔一朵花回去好不好 经典说了 法会圆满以后的花会得到加持 你拿一朵回去给家里人 吸一下他得到今天的功德 给你的朋友都吸一下 完了以后再把这个花 看要埋在或是放在河里面都可以 或是如果他有生病 除了吸一下拍拍他生病的地方 拍拍他生病 然后各位等一下这边有书 也多拿回去看 那你看完还不够 积极的推广好不好 能够在韩国印就在印 我们都免费的没有版权的 然后呢或是我们台湾寄过来 好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那黑局中间信赏 如COVID-19几方啥 黑局缝本执脱 平面充成了喜萌 最终好会奉心 提醒你 只要哈佛里亚 快分了注射讯息 同时经过信上评估 随着交代 主级风策 公大本执脱的风险 那儿要提供提醒大家 应该哈坦因 黑公执脱COVID-19 还会散现免充的 并发展摩斯心梦 为了不服务害的装备 将哈佛注射讯息的装着 交代 主级风策 黑公和嘴困顺体就从空 摩斯满行 平面充满问题 能够顺体从空 哈佛问题 借了国安排注射 我说前提到持续 不是某的两个字 的变化 而仍然是本性参考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主题是风策之后 而持续配合风策处 继续 将出的转力 变得危险 谁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的事情 我自己做主 不要你管 阿刚儿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 那就应该让我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动物摄影师的阿刚 最大的梦想就是去非洲草原 拍摄纯生态的野生动物 不过 他的母亲 却极力反对自己唯一的儿子 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现在 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 去非洲大草原的机会 可是我母亲 那个老顽固 说什么也不让我去 阿刚 你父亲去世的早 你母亲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不希望你去非洲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现在 不要这么生气的 是啊 阿刚 去非洲拍摄野生动物 可是非常危险的 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你不是也去过非洲吗 既然那里很危险 你为什么也要去呢 没错 我是去过 不过当时 我的父母也是非常反对我去那里 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是因为爱我 关心我才会阻止我的 每一位做父母的 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没有错 做父母的都是深爱着自己孩子的 阿刚 你要理解你的母亲 我可以感觉出 我母亲这是对我好 但是 她完全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我身上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阿刚 我过去和你的想法一样 直到我在非洲 看到了那头非洲狮妈妈后 便一下子理解了自己的父母 于是我毅然地回国 回到了父母身边 非洲狮妈妈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件事情 当初你突然从非洲回来 让我们都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去非洲拍摄动物 是你一直的梦想 可是你去后没多久便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是你在那里 遇到了什么挫折了呢 对啊 你快给我们说说 那头改变你想法的 非洲狮的故事吧 嗯 我去到非洲后 便找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 进入了大草原深处 很幸运 我们发现了一个狮群 拍摄狮群的生活 虽然很危险 但却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能够拍摄到百兽之王狮子的照片 一直是我的梦想 不过我们距离它们太远了 朋友 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不行不行 那样做太危险了 要知道 如果被狮群攻击的话 我们即便是在车里 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只是在靠近 它们几十公尺而已 我愿意多给你一些钱 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行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答应过我的妈妈 一定要和狮群 保持一定的距离 否则 我妈妈会担心我的 哦 你不是说 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吗 既然已经去世了 那她怎么还会担心你呢 世上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呢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就担心 我从事这种工作会出意外 所以 我向她保证过 绝对会和狮群 保持最安全的距离 现在 我妈妈虽然不在了 但是我也不希望 她在天上替我担心呢 世上的母亲 都是爱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了 不止我们人类 就连动物也是如此 狮子虽然凶猛 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也是非常宠爱的呢 说着 她朝狮群看去 狮子群里 一只小狮子 正调皮地 在她在地上打盹的狮子妈妈身边 跑来跳去 狮子妈妈被她吵醒后 只轻轻地伸出爪子 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你看到了吗 即便如此 她的母亲 也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 嗯 我的拍摄重点 就是这对狮子母子了 我相信 它们一定会成为焦点的 从那天起 我便开始观察那对狮子母子 那只小狮子非常调皮 不是在妈妈睡觉的时候 窜到身上 将其闹醒 就是啃咬着妈妈的尾巴 不过她妈妈却很少发火 只有她要靠近草原边上的悬崖时 才会生气 哎呀 你看 那只小狮子 竟然又要往断崖边那里跑 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 如果她真的掉进悬崖 那可能会受到极大的伤势的 你要去哪里 哎呀 妈妈 你睡醒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准跑到那边玩吗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快给我回去 我就只是想在这里玩玩 我不会跑到你说的悬崖那里的 真的妈妈 我不会去悬崖那里的 那也不行 你知道那里有多危险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去那里 我就要好好地处罚你的 哦 哎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生气呢 她的母亲可都是为了她好啊 那只小狮子一直感觉 她的母亲过多地限制她的自由 所以一有机会 她总是想跑去断崖那里 好机会 现在妈妈不在这里 我正好去那边看看 看看那里 究竟有什么可怕的 哎呀 不好 我停不下来了 啊 妈妈妈妈 快来救我 怎么回事啊 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 她竟然真的不听她妈妈的话 跑到那里去了 现在可好 掉下去了 这下要怎么办啊 可不是吗 小狮子 一直以为她妈妈在限制她的自由 现在她应该知道了 她的妈妈以前 那是因为爱她才那样做的 我们过去救救那只小狮子吧 不行 我们不能过去 那样做太危险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那只小狮子死掉吗 你放心好了 她妈妈一定会救她的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当看到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 做母亲的 会不顾一切地去救她的 小狮子掉落的地方那么陡峭 母狮子如何能将她救上来呢 妈妈妈妈 你快来救救我 怎么办啊 看那个位置 我根本没有办法下去救她 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对 我们可以一个拉一个将你放下去 这样 你就可以下去将她拉上来了 对啊 你这个主意很不错 就这样 狮子们一个接一个 将狮子妈妈慢慢地送到了悬崖下面的平台那里 妈妈 对不起 你是不是生气了 知道错了就好 妈妈是不会生你的气的 我以为 狮子妈妈会狠狠地教训小狮子一顿 没想到 她竟然会这样 狮子妈妈为什么要教训她呀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让她靠近那里 可是她总是听不进去 所以今天才会这样 妈妈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 妈妈都会原谅自己孩子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的 经历了那件事情后 我便毅然决然地回国 回到了妈妈身边 我以为 我妈妈会因为我当初的不辞而别而生气呢 结果等我回到家后 却发现我的妈妈并没有生气 母亲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嗯 怎么搞的 那几只小鸡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怎么 这几只小鸡不是你们养的 当然不是我们养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喜欢跑到这里玩 孩子们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好多次了 不要跑到人家院子里玩嘛 哎呀 妈妈又找来了 我还没玩够呢 不要管妈妈 反正她也钻不过来 不如我们玩痛快乐 再回去好了 嗯 我们不理她 孩子们 你们没听到我的话吗 快回到妈妈身边来 这些小鸡也太调皮了 他们的妈妈那样叫他们 他们怎么也不快点回去啊 你的母亲不是也一直在让你回到她身边吗 可是你做到了吗 啊 哎呀 变天了 快要下雨了 天好大了 对呀 我们快跑回去找妈妈 糟糕 雨好大 我的小孩还在里面 我要快找找哪里有洞可以进去 那边有个洞 哎 哎 孩子们 快来我身边 妈妈 妈妈 没事了 妈妈会保护你们的 别担心 你说的 你说的没错 做母亲的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哪怕孩子曾经让她生气 伤心 我想明白了 我要回到我的母亲身边 嗯 哈哈 阿刚 你回来了 快来吃饭 我一直等着你呢 妈妈 对不起 我不该惹你生气 我不会再让你为我担心了 嗯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应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